连续举办14年的大雅小麦产业文化节 3月4号即将在大雅的宝新宫登场 而因应生肖今年 大雅农会这次是以金鸡齐飞为主题 利用着麦杆还有麦穗 在麦田当中搭起了一只高4公尺的小麦鸡 相当吸睛 大雅农会表示今年活动是更多元 有寻宝闯关、农鸡展示以及亲子手作等等 邀请民众一起来麦田 共度悠闲时光 大雅在地舞蹈团 以大雅小麦为主题 编了一只跳躍小麦舞蹈 来呈现小麦旺盛的活力 也为2017大雅小麦产业文化节记者会活动热闹开场 这首舞叫做跳躍的小麦 我们要呈现的就是小麦 一开始学生的衣服外面是绿色的 麦子成熟之后 就是脱渴之后的状况 那我们用那个就是自己编的绳子 来展现说小麦就是随风摇曳的那个感觉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大雅小麦舞化节 大雅小麦产业花节今年迈入第14年 3月4号将要在大雅保兴宫登场 因今年大雅群众会特别以经济起飞为主题 利用的是麦杆跟麦穗在麦田搭了一只高四公尺的小麦鸡 并搭配周边的麦田景致跟装置艺术等 希望呈现与众不同的小麦文化 经济起飞 然后还有小鸡还有鸡蛋 就叫满载鸡 希望今年都能够大丰收 然后我们今年度在各单位 配偶单位还有主办单位 很精心制作 总共有做麦香机 还有亲子所做 还有街头艺人 还有最主要的 就我们的农产品 我们的杂粮是怎么生产 它所用的工序 我们今天都呈现在我们的现场 麦文化节三月四号 特地为游客准备了 一个亲子所做的一个东西 集结了到麦桿娃娃 还有皮雕 麦桿还有那个豆麦鸡 还有一个小麦昆虫 这是我们在地的一些作者 一起集结起来 蛮有特色的 农会表示这一次 不只是规划了农机具展示 寻宝活动跟亲子同伴首作 还有大雅15个家政班 所推出的小麦特色美食 要让民众来麦田 共度美好的亲子悠闲时光 就这里这样台中采访不到